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动态 近日2019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发布会 继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周年庆典活动 在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举行 会上介绍了传承杯比赛的相关内容 与此同时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 聘任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涛为协会主席 社会各界百余人等出席活动 本次大赛共同主席苏彦涛 主席兼总策划总导演乌素菲等登台致辞 评审总监陆世影 戏剧部分评委代表张庆平 书画部分主评委孙小华 分别介绍了各项比赛情况 由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 美国英龙传媒有限公司 携手上海玉剧院 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和海外乐剧联盟 共同主办的2019美国洛杉矶传承杯国际艺术节 旨在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增进世界各国文化间的了解和合作 通过国际音乐艺术节交流活动 创造一个和平的人文环境 为更多的知名艺术家专业艺术团体 提供国际交流平台 同时也增加青少年在世界舞台上的学习 和成长的机会 深化青少年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本届艺术节在原基础上 还增添了戏曲舞蹈和美术大赛 同时融入飞夷文化展和音乐艺术文化展 我们期待通过这个艺术节 能够传承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 也希望通过艺术节 能够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的团结 了解和合作精神 这样的艺术节也期待 能够提高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据悉 2019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比赛时间为 8月1日至8月8日 在梅拉诺文化演艺中心举行 戏曲专场演出和闭幕式颁奖典礼 即文艺晚会 将分别于8月9日下午2点和晚上7点 在Bonita Center for the Arts举行 报名热线626-375-4799 626-575-5126 我希望传承中国明月 因为我是本身是团提法的 所以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明月 让更多的海外观众 比如美国人也知道我们什么是中国明月 今年是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成立一周年 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创会会长李英 做了2018年协会工作总结报告 并宣读2019工作计划 同时宣布 聘请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涛 出任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主席 希科文娜市副市长吴同怀 蒙特利公园市市议员琳达坚出席活动 并对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成立一周年表示祝贺 仪式结束后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矩采访报道